Hello 大家好 又是我H&N的Yan Yan 最近感動呢 最好就是吃火鍋 但是感動又不想外出 所以我就網購了很多火鍋東西 我發現HTVWall原來有很多新鮮蔬菜賣的 但是它有很多供應商就花多眼圓了 一次過賣了三種豆苗 我們一起來開箱看看它們哪種最划算 就是它們了 首先有好農夫豆苗 它聲稱有180-200g 就30元的 接著有華記豆苗 它就說有約200g 就29元 接著就有這個 心橋的豆苗 就有200-250g 就40元的 我們就逐個清一下它 解釋它們有沒有聲稱它們的重量 首先我們來清一下這個 好農夫豆苗 這個豆苗昨天到了 我已經將它們在我的雪櫃冷藏了一晚 樣貌都還可以新鮮 還可以乾水 不過我相信也應該很乾水 否則很快就會懶 倒進去看看 它應該有180-200g 看看它有沒有 OK 203g 不要壓力情 好 接著 接著就畫機 畫機包裝是這樣 有我最討厭的膠紙 講起包裝 HKTVmall的包裝真的很誇張 好 開包裝看看 也很綠 而且樣子也不太老 不過剛才 我覺得剛才好龍夫的 是嫩身一點 這個就有少許多些狂 我們測量一下它多重 它有多少 它有243g 243g 也多了多少 給它聲稱 最後就是這個 叫甚麼名字 這個 心橋 它應該有200-250g 都非常新鮮 非常乾水 全部都 看看它是否足夠清 好 218g 好 即是說 我們算一下 最貴就是這個 心橋 接著最便宜就是華記 這個 這個 我們實質開箱 看到三個每個的重量 以及它們的顏色 漂亮不漂亮 我覺得質素上 三個都是奇虎相當的 除了這個 我覺得心橋這個 應該感覺上最老 比較粗 你看 這個好龍夫的 通常比較少款 你看到嗎 好龍夫這個 少少像豆杯 不過又不是豆杯 因為它也有少少這些長框 但是 普遍都是這些短 短短的樣子 心橋和華記 都是偏長的 你看到嗎 在三個工業箱當中 最划算是華記 這個很即興的 豆苗影片 就是這麼多 下次再見 拜拜 我回去吃豆苗 拜拜 拜拜